欧洲一步步走向深渊 默克尔站出来发声 给欧美带来三点警告 句句都是关键 但问题是欧美能听进去吗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自从德国前总理默克尔主动退出政坛 然后欧洲的灾难就来了 仅仅过去短短四个月 普京就下令对乌克兰进行特别军事行动 短短六个月 整个欧洲又陷入了能源危机的泥潭 而就在此时 这位曾经欧洲无可争议的铁娘子 再也无法沉默了 在沉寂了一年之后 默克尔公开露面 对整个欧洲发出了警告 这一次西方能否听进去呢 德国波林科尔基金会上 执政16年的德国前总理默克尔 罕见露面 给了欧洲几个警告 默克尔的演讲很长 总结一下 主要有三点意思 第一 普京讲的话要认真听 千万别不当回事 不然后果很严重 可以说 在欧洲的一众领导人当中 默克尔是最了解普京的 这两个人打过太多交道了 当西方认为 普京不过是在故作镇定 曲张声势的时候 默克尔却明白 普京不是在开玩笑 而是来真的 乌克兰东部四周 已经化为俄罗斯联邦领土了 军事动员的三十万大军 已经兵临城下了 面对普京的破釜沉州 泽连斯基表示 美国和欧洲会阻止俄罗斯动用核武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放狠话 只要俄罗斯敢用核武器 美国就会做出非常可怕的反制 与此同时 前线战场上 乌克兰武装部队还在进攻 已经逐渐包围了 顿涅斯克州的一些城市 打击和截断了俄罗斯的补给线 此时 北溪两条天然气管道 同时遭到了严重破坏 俄罗斯和欧洲最后的缓冲区被断送了 普京在全国演讲时说 我们一定会使用我们可用的所有武器 美国和欧洲听懂了吗 显然没有 对此呢 莫克尔不得不再次警告欧洲 警告美国 第二点 给俄罗斯要留一点余地 也给欧洲给世界留一些余地 在俄乌冲突爆发初期啊 中国外交部有句话 我们印象很深刻 大致就是 北约有没有想过 把一个世界大国逼入绝境的后果呢 现在看来啊 中国这一语中递了 美国和北约根本没有想过这些 美国在想什么呢 美国在想怎样把俄罗斯置之死地 但美国能够直接让俄罗斯这个国家从世界上消失吗 美国将俄罗斯逼入绝境的同时啊 也在将自己 将欧洲 将世界 逼入绝境 普京早就把话说得很明白了 没有了俄罗斯还要这个世界干什么呢 这言外之意 我想美国是听得懂的 最后一点啊 别只看当下 还要看未来 刚刚我们说了 让俄罗斯直接从世界上消失是不现实的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就算俄罗斯最终停战了 西方准备如何与俄罗斯发展关系呢 美国打算怎么对待俄罗斯呢 脸皮都撕破了 在全球化的今天 谁能做到 老死不相往来 开启一场战争啊 很简单 北约几次得寸进尺 普京一句话 冲突就爆发了 结束一场战争很难 冲突持续了半年之久 现在却是一次又一次的恶化 看不到任何停火止战的希望 默克尔当了16年的德国元首 已经是一位近70岁的老人了 我想默克尔是疲惫的 是想正式告别政治舞台的 但是默克尔不得不重新站出来发声 因为他无法看着欧洲一步步滑向深渊 也无法看着自己一手建立的 德俄关系彻底破碎 可只能说很遗憾吧 战争的车轮已经开始滚动 普京也早已下定了决心 这场冲突注定没有一个好结局 最后要付出的代价 也是美国和欧洲所无法承受的 好 各位网友 今天的话题 我们就聊到这儿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